美娟 Lun Sang 宣布 我們今年都出了60款的揮春 有貓、狗、龍貓、土仔等等 又賣到去台灣、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 其實有很多不同品種的主人都會想買 我們其實做了幾千張 一個小時內就賣光了 我特地會一張輝春裏面有其他的顏色 希望大家會找到自己的寵物 相似的寵物 新年當然要買輝春 而這一個本地文創品牌 就是不少寵主的選擇 Tracy本身讀Product Design 讀書的年代已經開始和朋友一起做創作 19年遲了份正職之後 就全心全意發展自家品牌 來途訂製幫寵主畫Q版寵物 亦都有自行設計不少可愛動物圖案的產品 我的品牌其實最想的目的就是 讓很多人可以拿到他們自己心愛的寵物 去不同的地方有力 雖然我畫得Q版 但還是會保留本身的特質 最重要是捉到他們的表情 其實已經是似 現在這一刻 大約有個三位數字的客人 正在等我畫圖 正在排半年以上 所以我們暫時都先切蛋 除了是客製化 有些比較普遍的 例如有些客人不想等待 也找到他們相似的一件產品 就可以買回去 現在可以讓客人選擇 你做產品的圖案 大約有五百款 貓的話有二短、鷹短、波斯貓 還有街貓都有 狗仔的話有 哥基、士納沙、呼道 還有堂狗、藥室爹里都有 另外也有刺蝟、土仔、魚、鸚鵡 鵡、鳥仔都有 我們沒有規範自己畫些什麼 只是不畫印 除了賀年產品 Tracy還設計了太陽檔、袋、鎖匙扣、 鑰匙、眼鏡布等等 有些產品幾十元就有交易 價錢都很親民 Touchwood大家都很喜歡我的畫風 所以暫時都尚算可以收入算穩定 就算在這個逆境的時間裏面 可能因為我們的品牌都已經多人認識 暫時每個月都起碼有五位數字左右 做了這麼久 最近那個月可能都去到六位數字左右 其實一直都會想不同的產品 想去滿足不同的客人 我們一出新的東西 客人都會追著來買 所以我們新年或者出一些特別的 例如太陽檔 就會做到生意壓比較高的情況 畫寵物畫得這麼成功 除了是牠本身的生意頭腦 亦都因為牠是一個貓腦 在2013年的時候我們養了小吉 回來 那時候我就開始畫一些 是小吉為主題的產品 亦都在那時候開始 改了我的品牌名做Catland Studio 我們的Catland 其實就代表了小吉的英文名 我想是一個充滿著小動物和小吉的地方 所以就改名叫Catland 其實在2016年的時候發現牠有腎病 再過了三年左右 其實牠九歲左右就離開了我們 在那一刻我終於感受到原來 寵物的離開是好像是家人走了 一開始會慘的 家裡有很多人習慣 例如水盆還在 例如有個雜是不讓牠入廚房的 那些好像已經不需要 是傷心的 但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捨不得 因為你會想起牠病的時候 牠的痛苦 都是記住牠的好東西便可以了 其實我們養寵物 寵物離開了我們 不是一個不開心的事 每個角度看 其實可以把牠以前 帶給我們快樂的一些事 去記憶著牠 再將這件事轉化為一個祝福送給其他人 例如可能我的貓貓走了 我都會用牠來做一些揮春等等 其實大家看到都會是一種開心快樂 而不是一個悲痛 在那一刻開始 慢慢將不同品種的寵物 畫了之後 做不同的產品 我開始接回其他客人的單 畫得更細緻 因為我感覺到原來牠們離開了寵物的感受 希望主人可以拿回牠們的寵物 做一個紀念和陪伴 最主要是想牠們可以有很多 即牠們自己心愛的寵物 來陪伴牠們自己 有人會說 要把寵物帶在身邊 編一張照片便可以 但不同的 創作有時 就是會有另類的魔力 可能主人給我們一張照片 那隻小狗不是太少的 但牠可能都要求我們畫小樣 我們都可以幫牠們做 這些可能牠們本身做不到的動作 我幫牠們畫出來 其實就可以把牠們的想法做出來 好像滿足了主人的想像力 是的 例如有些客人 一養十幾隻 他們都會來圖頂制 希望把全家一幅給牠們 因為有些可能已經離世了 最近一隻狗狗 Sonic其中一隻 Sewawa 就離開了我們 希望我幫牠們畫一隻小狗 可以做回一個一比一的 鑰匙 可以讓牠們拿去不同的地方 我們又做回一個鑰匙 之後 牠們收到很感動 留意見給我們 就說 好像覺得Sonic回來了 一直都沒有離開過自己 另外有一隻就是素素主人 有一隻小狗 就離開了我們 牠一直都很傷心 最近找了我們來畫了牠過世的三隻狗 另外也找了我們畫牠本身在山的小狗 希望我們做回全家一幅給牠們 Tracy幫我把牠們重新畫在我這幅畫裡 把牠們的窩心和溫暖 永遠都是一家人 帶給我 牠們跟小時候的樣子完全一樣 令到主人一看到的時候 那種震撼 一定會感激牠 對呀 很溫暖的一幅畫 由畫自己貓貓的一份心開始 發展到今天 Catland已經是市集中 最受歡迎的寵物文創品牌 一個品牌雖然是我自己畫 但我覺得是 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其實我擺當 我最感謝我媽媽 我感謝我自己的家人 我這麼任性去持工 或者是做了全職手作這麼久 牠們都沒有任何怨言 就算是之前幾千元沒有錢給家 等等 都不會叫我放棄等等 而原來 只要你堅持做一件事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看到 也有很多客人 因為這樣而做的朋友 這樣繼續支持下去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做下去 只要自己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你的付出 你